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徒四壁胡思乱想 节目前咱先做广告啊 总把广告打在前头 还是关于我那游学活动 7月30号下午一点半咱们去闪阳护工 然后8月份呢 咱就按照张大帅的路线去入关 8月12号下午一点半去天津市博物馆 看看古代天津呢 近代天津啊 这些文物 去的展厅也是古代天津 近代天津和钱币展这三个展厅 13号下午去庆亲王府 这是末代庆亲王宰泽的府邸 在庆王府呢 跟大伙聊聊这庆王爷一家子的生平 晚上咱再去武达道转转 然后看看那些 我们这个曹昆大总统 段祁瑞总理 执政 都军那些个宅邸 聊聊他们都有什么故事 那希望大伙就是多多报名 咱们7月底8月初见 那前段时间呢 谢成慧聊过一个博物馆出台新政策 就是说严格审查 这事出来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呢 他就是说不让那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社会上的那个游学活动啊 要严格审查嘛 严格审查 然后得是馆方批准啊 才会去进行的啊 那往后可能带团 尤其是天津博物馆就要看看怎么办吧 比以前可能可能得难多了 是吧 那我呢 从一个不那么黑暗的层面去理解啊 暑假呀 这一来二去的 这个博物馆呢 人就太多了 博物馆这些文物呢 你这并牌摆着 它就很成问题 就是你说 那那么多文物 然后我在那一讲讲半天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都是人 那这别人还看不看了啊 所以这可能这馆方呢 也没想到什么比较好的引流措施 直接就在这儿就就一刀切了啊 就今年夏天 就是说去天津的这个活动当中 其实我本来想去的就是天津那个国家海洋博物馆 就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给那边打电话 然后那边说 国家海洋博物馆暑假人太多 所以呢 就不让在就是社会上组织游乐团进去 他们那博物馆确实人确实多 我21年去过一次 我早晨就去了 我早晨9点多到了 然后在那排队排了半个多小时啊 那里边有近代中国海洋文明的展厅 我在那个展厅啊 尤其是讲甲午海战这段 我有这个自信 就是我能让展厅里边所有的观众都围到我这来啊 那到时候真的是别人就没法看了啊 那不过没关系 就是他那个博物馆总有人少的时候吧 所以那到时候呢 咱再做安排 这就没关系的 我觉得我是能带上那地方的啊 那另外呢 也跟各位起来那推荐 就是如果说各位去天津的话 一定去那玩 一定到那看一眼 就那里边从什么船 到什么动物标本 到恐龙化石都有 就属于那种六边形战士 男人 女人 孩子都能在那馆里边找到自己爱看的东西 你们去天津一定要去 虽然他在什么滨海新区域 但是别先远 别先远 一定要去看看 我没收他们钱啊 我没收他们钱 但是很值得一看啊 那刚才我说的呀 是我以一个比较善良的心态 去想他们的行为 就是觉得他们是嫌人多啊 然后所以这为了 为了这个更多人的观看体验 所以就选择这一刀切 那阴暗的心态是什么 就是我猜他们害怕 是吧 他们怕社会上的严学老师讲的比管里边 那些官办的老师讲的好 那在这又扯到什么 历史虚无主意 是吧 就是你要是觉得这个 别 她就觉得别人解读的历史 它不对 就只有说他们自己嘴里的历史 这才是对的 但我琢磨是 这不是历史吗 这不是文科吗 尤其是告别了这个学校之后 告别了教科书之后 那我觉得这答案应该是开放式的呀 它不是数学题 这不应该有固定公式啊 对不对 我现在也算是办法干这行的人 平时工作之余 我也会抽出来更多的时间 去带一些游学团 然后也在这游学团里边交到了很多朋友 未来呢 我也要在这儿投入更多的精力 所以我对这行业呢 是有我自己的热情在的 那我也会 我也就说点自己的想法 就是目前呢 和文化有关的这种流行点 这种旅游项目 确实是比以前热了不少 喜欢去博物馆 喜欢带孩子去博物馆 那么很多家长在去一些藏品丰富的博物馆的时候 一般也会找一个老师啊 就是带着讲解 那其实因为就是你哪怕是说博物馆里边 它自己配备的那个设备 其实绝大多数啊 它体验也是很差的 它没有互动的功能 就一个青铜器摆在这儿 然后设备里说这是什么啊 上头有什么云雷纹啊 饕铁纹呢 在哪 怎么找 什么叫云雷纹 什么叫饕铁纹 对吧 那对于这个小学阶段的那些孩子 如果是有一个善于讲故事的这个讲解员 他对于了解这个藏品呢 以及这个藏品背后的这段历史啊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尤其是一个博物馆 至少那你要是说想比较细事的逛完的话 最少三四个小时这得有了吧 那如果只是光那么非常乏味的去看 小孩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孩子他好动啊 他那么走 他待不住 对吧 我上次去辽宁省博物馆的时候 有一个11岁的孩子 真的 那孩子全程跟着我听 跟我听的特别认真 就是要是他光在展厅前面去看 我相信他应该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他早就累了 然后你像我也是啊 就是我对什么字画我就没什么兴趣 我就我也看不太明白 什么这个血液 然后这个比风囚禁 什么叫血液 什么叫比风囚禁 我就不懂啊 这颜色好像是 我就不明白 所以你要是如果是没有一个老师去给我解释明白 给我解释这幅画的什么手法 以及这幅画背后有哪些故事都啊 然后让我在一个自画类的博物馆 待三四个小时 我也待不住 太累了 那首先就是博物馆里面面对的那些文物 还有很多古迹类的博物馆 比如说孔庙 博子县博物馆 它本身就是文物嘛 那你面对着这些文物 你可能都不讲历史啊 就是你讲的东西啊 你同时是待两个小时 待四个小时 你可能讲的东西都会有很大的出入 那就是 这怎么说呢 就是你跟不一样的讲解啊 一块走的话 你都能看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啊 比如说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就跟过三个不一 就是我就跟过三个人 然后去同样的一座庙去游览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这个庙里边的木头啊 这说的天花问坠 然后另一个就是对这个建筑格局滔滔不绝 然后还有一个人对庙里的那些神仙白活了半天 所以你看角度都不一样嘛 那么在博物馆讲历史呢 那对于历史呢 有很多的解读方式 一千个盐 一千个人盐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咱教科书里边对于这历史的描述啊 其实是过去单一的 就是什么秦始皇 汉武尼 唐太宗 这就是千古圣军了啊 我觉得这有失偏颇 然后那个人家北洋军牌历史 就是在历史书上就一带是过啊 也不也 题也是反面的啊 那我觉得这也是有些可惜的啊 盐学团呢 游学团呢 它的意义在于 你可以让游客去抛弃教科书上的思路 补上教科书上的漏洞 就不再以一个传统的一个官方 一个规范的方式去看待历史 那我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就经常讲 我说三国里边 我最敬佩 我最崇拜的大英雄是谁 叫做田仇 因为他也算是 他是带着他自己的宗族啊 也包括其他地区的难民 到了徐乌山中 修了一座物宝 然后他们自负盈亏 就自给自足 自负盈亏吧 对吧 那 在田仇的治下 是没有那种什么大饥荒啊 是没有那种什么磕以众税 是没有那种百姓流离失所 义子为食 没有人吃人呢 所以那我觉得 因为这一点 我最崇拜田仇 我最佩服田仇 所以你看曹操 你看你喜欢刘魏 可以 但是我喜欢田仇 因为田仇不吃人肉 那你说这个观点 历史书里边没有 对吧 但是这个观点 田仇这个人 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 这个观点成不成立 对吧 那如果是 就是 您觉得啊 您所谓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是吧 那OK 没关系 那就算是你叫停了 外边这些个什么研学活动啊 其实你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啊 就是大部分博物馆 它的讲解工作 其实做的是很不到位的啊 那我曾经在 这个首都博物馆里边 看过一个关于那个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那么一个展览 叫什么来的 叫那个 巴洛克时代的西里西亚吧 就是关于 关于那个什么中世纪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啊 30年战争刚打完 然后关于西里西亚地区 这个波兰人的生活啊 怎么样的 那么 那里边有什么地图啊 画像啊 武器啊 这很多都有 我呢就过去 我过去 然后跟着那个讲解员走了一会儿 听着玩呗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首都博物馆里边 那个讲解员 我跟他听着玩 他呢 说的就是 怎么说呢 比较无聊吧 但不至于没法听 尤其是 我听他讲了一段 什么文艺复兴里边那种 什么室内的装修 艺术形式 这是我不懂的 所以我听着还挺有意思 所以跟着听 跟着玩一会儿 最后讲完了 有游客就问他几个问题 就是关于那个时候兵器啊 什么 那个 那个枪啊 什么长矛啊 包括破甲剑 刺剑 这些东西怎么用的 他就没搭上来 因为 他 平时负责的是别的展厅啊 这个 他 实在是 他完全就是备胎词啊 所以他 没反过来 最后是我帮那个 游客解答的 然后提问那个大哥 还说 是吧 你讲的比他好啊 我说这 不敢当 不敢当 人类职业的 那 另外就是 还有个地方 他讲解 也是办的非常一般 哪呢 北京的军事博物馆 是吧 我在 我以前在军博的时候 带过机场团 那真是被人呢 一圈一圈的脸 就是 后来游客都说嘛 说咱们今天好家伙 这是游击队式的 那个游学啊 是吧 就 我琢磨 你们哄我走 是啥意思啊 是怕我讲必 你们好吗 是吧 军博的讲解员啊 我可见多了 这表情比较木讷 目光比较带致 然后所用的这个语言的词汇呢 也是比较乏味 真的是完全就是在背台词的 就是那个 军博里边 武器参数很多 你得给个翻译 对吧 那是我呢 去军博玩过这么多次 哎 这么多讲解员 比如说都说啊 看你这架飞机了 都说哎 米格15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是 0.88马赫 马赫是什么 没人解释 那你说 这是对游客 就是这是他们服务游客的态度吗 那我觉得这些个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的概念 然后你不给这些游客 这些完全不接触什么军事博物馆 不接触武器的人啊 去直接说出来马赫 然后你不去解释马赫的概念 我觉得啊 这是不负责任的啊 那像现在啊 这深度游是逐渐流行了 游客团 研学团呢 这是这些个各大 人文景点 什么博物馆 为数不多的 能保持他们吸引力的方式之一 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文物大部分观众看不懂 你不会讲的话 观众没兴趣 同时 这博物馆 自己的这个讲解员 他的讲解水平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你把游学团赶走的话 你让观众听你去干嘛 背台词去 你以为你都已经热闹 高峰来一段文武双全 这个观众全是固定台词 他有观众买账 所以你们背台词也有观众买账 不是这样啊 我每一场游学 基本背后就是讲到最后啊 都能围过来一堆蹭听的 我在那个沈阳故宫带团的时候 那时候扫地大妈 什么保安大呀 都过来都过来听 都过来站半天 所以我就敢说 那些依托官方去讲的那些人 你们发挥的真是还 真是赶不上我啊 前几年呢 国务国际的博物馆协会 给博物馆下规定义 就是说博物馆应该是什么啊 应该是一个为社会服务的 非盈利机构 那他们向公众开放 具有包容性 然后促进什么多样性 可持续性啊 那么客观来看 就是博物馆能干什么这件事啊 其实国际上呢 是谈了十几年 没达成一个共识 最后这是 应该是21年还是22年 就是说的这个概念 最后是达成了一个 属于是说了一个车壶楼腕吧 就是达成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缝合 所以要强调包容性嘛 一定要包容嘛 那如果是博物馆啊 你不是以人太多为理由去禁止研训活动 而是以其他理由去禁止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事呢 就是违反了博物馆定义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大众场所 我呢是强烈反对 博物馆本身 他行使权力啊 去垄断讲解的产业 那如果对于历史的解读 那只在博物馆一方人的手里 那么历史就是一个 任他们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今天描个眉 明天打个病 后天点个唇 那在浓妆艳抹的外表之下 是看不到什么真实的面貌呢 这好吗 这不好 另外啊 这条新闻刚出的时候 然后我看见还有好多人 现在有好多人呢 都评价说 对啊 不应该 就是对 不应该让他们进来啊 早就该管管了 对吧 管他们是应该的 我想对那帮人说啊 你们他妈的就是欠管 好了 今天呢 关于博物馆这个事儿 咱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你们就是欠管啊